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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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心的他们能在主人感到孤独或悲伤时 无条件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与慰藉 因此越来越多家庭或人选择饲养宠物 甚至直接取代小孩的陪伴 而在南韩首尔市 宠物的角色变得更重要 更有意义 也更有使命感 台北宠物新闻 炎炎夏日 毛小孩也热翻 宠物游泳池玩水消暑超夯 今年的夏天热到爆 别说民众受不了 毛小孩更是要注意中暑的问题 就有受医师提醒狗狗中暑的死亡率 将近五成 要小心猫狗热衰竭 就有不少四主 担心家里的宝贝毛小孩怕热 特别带他们去宠物泳池消暑 也让毛小孩运动一下 这让永迟的生意变得超级行 农业部宠物新闻 公布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 四主专区为加强宠物管理 同时保障动物福利和提升四主便利 农业部113年1月1日 启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四主专区功能 民众可于四主专区内 检视宠物身份证资讯 宠物身份证 整合宠物资讯 以提升四主便利性 并载明宠物溯源履历 以杜绝非法繁殖和走私行为来保障动物福利 令该部未宣导四主专区宠物身份证功能上线 办理四主专区抽奖活动 参加本抽奖活动之对象 维姿113年1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期间 启用四主专区之犬毛四主 奖项继15项 总计500份奖品 台装宠物新闻 中市动保处开课传授爬虫饲养 知识爬虫类宠物饲养 也有大学问 台中市动物保护防疫处办理浪案有家关怀动物讲座 邀请到曾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动物照养员的 庄崎周讲师 分享爬虫类宠物正确饲养照护方式 及基本的生活环境需求 让饲养爬虫类宠物的四主更上手 也能学会用正确的方式爱自己的爬虫宝贝 建立幸福又长久的人宠生活 感谢各位的观赏 我们下次CLN城市生活报 台湾各城市宠物新闻 期望与您再见